你好,我是楊維宇,歡迎來到獨立音樂島 爆紅是幾乎整個傳統音樂產業 包括目前和幕後的工作者 用盡一切的資源和生命 重複下注了一場賭劇 似乎只要賭中了 就可以鮮魚翻身、麻雀變鳳凰 但是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今天就讓我來告訴你 為什麼爆紅這件事很有可能 會是你音樂生涯中最大的悲劇 那首先我們當然先來講一些好處好了 我們來分析一下爆紅這件事情 到底有哪些實質上的好處 最明顯的第一個當然就是名氣 對於傳統唱片產業來說 名氣就等於可以拿你和廠商討價還價的籌碼 於是你的經紀人就可以拿著你的名氣 去和廠商抬價 然後讓你在意識之間名利雙手 但你的名氣究竟能夠為你賺多少錢 除了你自己到底紅到什麼程度 就是你爆紅到什麼程度之外 還要再加上你的經紀人到底多有手腕 多會和廠商談判 這大概是經紀人這個行業最大的職業困難 除了要挑選適合的廠商合作 不會讓你一下子就爛掉 還要開出一個恰到好處的價格 不會把廠商嚇跑 所以你到底能夠賺多少錢 然後可以賺這個錢賺多久 除了你自己爆紅的成分以外 還有很大一部分還要看你這個經紀人到底有多厲害 再來就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關於自信心和虛榮心 對我來說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事情 自信心是對於自我價值和決策能力的肯定 那虛榮心呢 就是你對於名氣和富貴的慾望 爆紅呢 那是絕對可以滿足你的虛榮心 這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可以能夠帶給你自信心 那就很難說了 除非你很明確的知道自己這一次到底為什麼爆紅 而且你有一個很明確的目標和方向 否則爆紅通常就只能夠滿足你的虛榮 卻不一定能夠支撐你的自信心 那再來呢 爆紅還有什麼好處 我想像 呃 沒有了 就這樣 簡單說爆紅能夠帶給你的就是名利和虛榮 但是究竟能夠持續多久 就得要看你上輩子到底燒了多少好香 對吧 那接下來我們來談談爆紅可能會帶來的問題 那這部分可就相當的直接 相當的血腥相當的恐怖了 從過去到現在 所有對於音樂產業的話語權 百分之百 完完全全都掌握在那些不做音樂的人的手上 你的爆紅 對他們所有人來說都是完完全全的重頭獎 而且這也是傳統唱片公司的經營策略 他們完全就是靠這個賺錢 公司的投資不但可以獲得巨大的利潤回收 而且企劃、宣傳、經濟等等 所有的人、整個團隊馬上就可以在他們的title面前加兩個字 變成王牌 但自古以來卻從來都沒有人從音樂人的角度出發 去看待爆紅這件事情 究竟對音樂人會帶來什麼樣的問題和影響 首先就是爆紅通常都是不可預測 而且不可複製 不可預測不太是個問題 反正你他媽一直賭就對了 唱片公司不就是這樣 問題是不可複製 我們來想像一下 當你的其中一首歌忽然就爆紅 對你來說你馬上得到了全世界前所未有的關注和讚美 根本就是你在過去無數個夜深人間一個人躲在工作室裡面埋頭苦幹 所期待能夠發生的最美好的一切 對吧? 於是呢你覺得你的事業來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接下來的人生一定會更好 然後你一定會朝著你的理想目標一步一步的邁進 但是我得告訴你 人生就是會有一個這麼大的但是 你的下一首歌百分之99.99999 不太有可能會再有這麼好的事情發生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如此 現代人的注意力就是這麼的容易被打散 每天都有新的事情發生 每天都有新的歌曲 有新的八卦 有新的怪胎忽然做了什麼新的奇怪的事情 然後莫名其妙就爆紅 於是對於音樂人來說 在你爆紅之後 你很快就會進入一個事業的無限衰退期 所有任何你可以觀測到的數字 全部都會開始衰退 不論是你的觸及率 你的串流次數 你的新聞篇幅 還是你家親戚拿你出來炫耀的次數 全部都會直線往下跌 而且會跌多久 你完全不知道 而最糟糕的還不是這個 最糟糕的是什麼呢? 你身邊所有的人 包含你自己 你本人 你對於這樣的衰退 全部都無能為力 不論你們整個團隊做什麼樣的努力 不論你繼續發多少新的文 發多少新歌 唱多少演出 多少校園 多少表演 你都沒有辦法阻止這一切的衰退 這樣的衰退到最後會是誰的錯 我保證到最後一定是你的錯 不然是誰的錯 一定是你不聽話 不然就是你大頭正 不然就是你做人失敗 要不然就是你江郎財經寫不出 繼續會中的歌 不然還會有誰的錯 對吧? 你只要仔細觀察 你就會發現 歌紅人不紅 基本上是華語流行音樂市場的普遍現況 然而全世界都會怪罪音樂人 不過你認真的想想 你仔細去思考一下 歌紅人不紅 這完全就是企劃經濟 以及對於藝人本身事業規劃的完全失敗 從頭到尾都不是做音樂的那個人的錯 對吧? 你他媽寫出來的歌都已經爆紅了 然後失敗了還要你一扛 你不會覺得這件事情很荒謬嗎? 我會說這世間絕大多數的犯人 都會在這個看不見鏡頭的衰退期之中 就被完全擊垮 然後喪失了對於自己的一切信心 然後認為自己已經錯過了 那絕無盡有一輩子只有一次的那個成功的機會 而且呢 對於唱片公司來說 你也已經失去了持續投資的價值 對吧? 如果你在公司沒有後台 然後沒有背景 然後老闆不是你乾爹 那你很有可能這輩子都等不到下一張專輯開案 畢竟對於唱片公司來說 與其期待你這個過氣的人再爆紅一次 那我不如直接把下一個爆紅的人簽下來 那還比較快對吧? 這跟喜不喜歡你沒有關係 這做生意嘛 這就是一門生意啊 不然到這邊來舉手一下好了 你曾經爆紅一首歌 然後就接到唱片公司打電話來說要合作了 請舉手 快簽快簽 我跟你講反正別人家的小孩死不完 趕快簽你最好趕快簽 那我們假設你的運氣真的就那麼好 然後是哪個0.001%的人 在第二次發行的時候還可以持續爆紅 那我恭喜你我也祝福你 那我也希望你未來的第三張第四張第五張 都能夠這麼的好運喔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就是現實數據 數據告訴我們平均每20個發過片的音樂人 只有一個有機會可以發第二張 那平均40個發過第二張的人 只有一個有機會可以發第三張 而且我告訴你這還是美國的唱片公司的數據 你可以想想就是華語音樂產業會比這個好嗎? 所以我說如果你不是那個天選之人 那麼我剛剛前面說到的那些問題 就是你遲早會發生在你身上的問題 我會建議你從現在就開始做好一個 就是健康的心理準備 然後最好錢不要亂花 留一點錢 然後找一個值得信賴的心理諮商 我可以告訴你 做音樂最可怕的 並不是永遠等不到爆紅的那一天 而是在你爆紅之後 反而永遠爬不出自己的心理深淵 不相信你可以回頭仔細看一下 在歷史上過去到現在曾經爆紅過的人 還有多少人有辦法繼續好好的做音樂 儘管爆紅對大多數的凡人來說 是一種無解的心理毒藥 但是對兩種人來說 卻是宇宙給的最棒的禮物 第一種呢就是我剛剛講到的 所謂的天選之人 所謂真正的天選之人呢 就是他在第一次爆紅就直接登上巔峰 爆紅到幾乎整個相同文化圈的人 路上見面都會聊到你 那我也可以告訴你 自古以來你在檯面上能看到的 幾乎所有的華語巨型 傳統的華語巨型 全部都是這樣的天選之人 這在過去的時代 遠遠比現在更容易發生 那至於為什麼呢 我們在過去的影片也有說過 那簡單說呢 就是過去的大眾視聽管道 全部被侷限在所謂的電視電台 報章雜誌這些傳統媒介裡面 所以你很容易因為一次爆紅 就進入到大部分人的日常事業 那當然還有第二種人 第二種人是什麼人呢 那就是準備好的人 但是到底什麼樣的人 才叫做準備好的人 簡單說呢 爆紅是一種短時間內 在同一個文化圈所發生的社會心理現象 所以當然我們就只能從分析 群眾心理的角度去探討 如何讓爆紅這種極為短期的現象 可以為音樂人的事業創造 可以延續的長久效益 不只是音樂人 不論你是任何領域的藝術創作者 如果你希望任何形式的爆紅 可以替你帶來長久效益 那麼我接下來要講的 就是你唯一的方法 那當然除非你覺得你是天選之人 那我也沒話說 沒有錯 我們又要回來講 Desmond Morris 的 人類心理行為步驟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心理步驟的話 請你點右上角的影片 然後看完我們再回來 群眾經營的第一個心理步驟就是接觸 爆紅這種社會現象能夠帶給你最明確的實際效應 就是為你帶來的規模巨大的機會和陌生人接觸 但是這些因為單一爆紅事件而接觸到你的陌生人 並不代表他們會自動繼續加深對於你這個人的了解 或是對於你的藝術作品以及你的創作 以及你的藝術價值上的了解 那所以到底什麼才叫做準備好的人 那就是已經設計好完整互動系統和後續心理步驟 能夠迎接陌生人並且持續加深互動關係的人 簡單敘述一下 首先最基本的 你必須擁有一個足夠吸引人去更深入認識你的友因 讓這一大票陌生人知道 你並不是只有這一個單一爆紅事件如此平面而且膚淺的人格 然後你必須開始蒐集他們的聯絡方式 然後和他們持續進行互動 深入描述你在音樂創作之路上的情感價值 然後好讓這些陌生人能夠從此加入你的通文層 如果你理解這個群眾心理步驟的互動遊戲 那麼我恭喜你 爆紅就會是這個宇宙送給你最棒的禮物 對於沒有爆紅機會的人來說 在群眾心理步驟的漏斗之中 第一階段的接觸陌生人一般來說需要不停的發表新的內容 甚至進行不影響使用者體驗的廣告投放才有辦法達成 所以如果我們直接用數字來換算一次爆紅的機會 那這很有可能一次爆紅就可以替你省下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廣告投放金 讓你能夠免費接觸規模巨大的陌生人 但是如果你沒有後續的系統來迎接這些陌生人 好讓他們能夠繼續往下一個步驟移動 讓你能夠在這些陌生人的心中留下來 那他們最多也就只能把你當作茶餘放後的話題 然後當下一個爆紅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大家就會忘記你的存在 然後呢 歌紅人不紅這個發生在所有人身上的悲劇 就也會發生在你身上 所以我講到這邊 你還覺得爆紅是你奮鬥的目標嗎 你曾經有過任何爆紅的作品嗎 你真的覺得你自己已經準備好迎接爆紅了嗎 我是楊維宇 我們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邊 希望對你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